欢迎收看6月18号的午夜动起来 我爱动起来我是林一文 现在关心的是国内棒球的震撼蛋 张玉成今天上午是宣布将回到台湾 加入2024中华职棒的选秀 还说自己想家了 那至于我有状元圈的步棒汉将 除了欢迎他回家 也表示说接下来汉将球团 将会跟张玉成以及他的经济团队 来讨论加盟的相关细节 也期待张玉成在选秀之后完成签约 并且在下半季就可以穿上 步棒汉将的球衣亮相 台湾棒球国防部长张玉成 十八号上午宣布参加 2024中华职棒选秀 正式宣告返回家乡打球 2023年经典赛期间 他的一番话道进了旅外球员的辛苦 以及面临的心理压力 6月十八号他发文表示 想家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沟通 感谢光芒队的理解跟支持 目前正在佛罗里达进行复健赛 将会把生理状态恢复到百分之百 准备再次回到场上 而台湾球迷对于张玉成的心情 在2023年的经典赛也是几度转折 但留下深刻的印象 一度传出拒绝征召 被骂逃兵 他用场上的表现扭转评价 上来之后经典的敬礼手势 引起流行风潮 成为大家心目中的国防部长 而手上握由选秀会状元签的富邦汉将 也表示欢迎张玉成回家 球团诚意邀请张玉成回台参加终止选秀 获得肯定的答复 接下来将和他的经纪公司讨论加盟细节 期待他在选秀之后完成签约 下半季就穿上富邦汉将的球衣登场 届时也将跟大哥张靖德并肩作战 华视新闻林玮报导